大家好,我是林林琼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个匿名的秘诀 好吗?大家期待吧 一看到林琼老师出现直播间 你看他前面金瓜赏赏 看他呢,是不是非常的有活力 看他很年轻啊 今天是要跟我们分享这个匿名啊 匿名神器啊 大家耳朵素起来啊 听听我们的林琼老师分享 好的,那我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两盘啊 在镜头前面呢 是雅兹的精脆化能乳酸 跟这个雅兹的精脆化能乳酸 大家看到了吗? 金光赏赏是不是像很高贵的奢侈品呢? 对 当然,我在这边呢 其实主要是想跟大家来一起互动一下哦 已经有在用的朋友可以打个一 好吗? 好吗? 那其实... 女性对自己是非常好的 就是亲生会有一个爱好 爱好就是说别人说什么 我们就会去买什么 然后看到什么好的就会去买什么 是不是就喜欢这样子买买买 然后呢,外面流行什么 我们就会去干什么 就是无法拒绝我们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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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很难去拒绝 那我也是有这个通病 在虽然说我2007年哦 就是开始用雅兹 但是呢,我中间也真的是有 嗯,再去买过其他的一些牌子 嗯,那还有一个呢 我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的一个问题 发生在我身上 嗯,在13年14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Prado流行去美容院做美容 那我当然也是很走在前头 就是马上去抽了1000欧雅 然后呢,每个星期去几次 或者一次或者两次 躺在那边 让他们就闭上眼睛 只管睡觉 让他们在我脸上摸来摸去摸来摸去 享受 等我这个1000块钱快用完的时候 忽然有一次我发现 还在美容院啊 躺了一个小时起来的时候 我的脸整个红起来 就是很有种灼烧感啊 所以我那时候就我在想啊 我怎么花了情还造这样子的罪 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诶,去美容院你本来是去干什么的 是不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美的 当然了,因为爱美自信 因为这个,嗯 美容院是有点失望的 啊,因为那时候 有过敏了吗? 对啊,就是你看 如果是全部红起来 而且那个左梢感很痛 刺痛 所以就是完全是过敏了 很严重的问题 那我在回家以后啊 回家以后我就 嗯,又去家里面找雅兹的产品 因为我常来想去 还是雅兹会安全吧 因为我们都说雅兹是全植物的啊 就是更天然的 那我在想 嗯,我应该要 把我之前在美容院 就是抹上去的东西全部给洗掉 然后呢 在,在抽屉里面 找出这个环境 正常品 对的,对的 就是家里面有这么好的东西 常在抽屉里不去用 去美容院折腾 对 所以本来也是相信专业 想去更好 对,对,对 所以呢 嗯,最后才发现 最好的原来就是 藏在自己的家里面 已经把它放在你家的抽屉里了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很多女人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 喜欢买 外面买买买 但是呢 买过来放在家里面 就很少用 或者呢 刚才就不会用 等到过去的时候呢 拿出来看看 然后就认掉了 是吧 所以呢 我在这边 我真的是 嗯 呼吁大家都自己去学一些 一些基本的美容姿势 然后呢 呃,去选择雅枝 这样子呢 可以在家里面 就好好地给自己复复 真的不要把自己的这张 最贵的铃交到别人的手上了 还是自己这双手勤劳一点 然后呢 好好复理起来 这样子得到的效果呢 会更好 而且是让你有印象不到的效果的 对 每天会给你惊喜的 对 如果学习了之后 我们就会选择适合自己的 复复品 啊 然后用自己的方法去使用 那么就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 对 对对对 这样子我们就是 每天会知道我们的肌肤需要什么 因为我们 每个年龄段 呃 这个皮肤的问题呢 也会不同 比如说有 呃 出油啊 呃 有痘痘啊 就这个是青春期啊 然后呢 在年龄大一点呢 会呃 慢慢的会变成肛啊 或者有细纹啊 呃 还有呢 眉毛这边的会下去啊 或者呢 法令纹慢慢的也会生啊 就是这些就是会跟着年龄的增长 而出现的问题吧 那我们如果是呃 一直有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既有知识又有常识 就会知道时刻呃 呃 用什么样的正确的方法来复理自己的这个领部 是吧 嗯 因为我们就是 非常想要知道你后来是怎么样让自己的皮肤保养的这么好的 所以呢 嗯 我就去学了美容知识 就美容课程 然后呢 我就好好的呃 很认真的 而且呢是非常忠诚的 一直用雅兹了 哈哈哈哈 当然这一套嗯呃 精确啊就是黄金蜜酸跟蜜酸呢 是我每一天必不可少的呃 呃 复复品 呃 我是 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呢是 里面呃呃有呃呃 芝芝花 那它呢是可以呃 保湿 还有呢 去皱 也就是它有一种精华呢是可以 永保青春的 另外还有一种这个成分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黄金蜜酸跟蜜酸哦 这个真的是 名副其实的 有黄金的成分的 真的是往脸上贴金 对 我们都知道 黄金不只是可以用来呃呃呃呃 就是说嗯 當作就是 上市 一种那个财富的代表 比如说那个呃呃呃穿金贷银的什么的 当做首饰取用哦 或者是呃?" 金票放在银行里面干嘛的 但是呢 它也可以是一种涂絆平来给我们注银的 我觉得这个涂涎脸上更安全 不用担心 涂在脸上呢 当然是给我们自己 就是说有更高的价值嘛 是吧 因为戴着身杀干嘛的 当然就是说 我们今天也是 特别的配了这个 玫瑰花形的这个环金 这个是我在银行里面买过来的 上面也是24K环金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用在脸上的话呢 我们就会让它就是这个价值更大化 大家来猜猜我的年龄啊 看一下 当然就是非常熟悉我的人 就不用说了 感谢朋友来猜猜是吧 我认识我的人猜猜 看起来很娇人蛋白 十足 观者很好 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环金 像比如说有环金密膜啊 或者是环金坟就是当做那个 一种腹部品就是说那个贴在脸上嘛 嗯 其实就是有这些列子的 所以当我们就是环金在这个密酸里的时候呢 它是有起到一个顺经传导的作用 因为这里面有资贴是吧 因为这里面有资质花是吧 资质花呢就是通过这个环金 马上可以顺序的让肌肤吸收进去 然后就是在生成皮肤呢 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所以就是这两种搭配呢是绝配的 那我呢是用到现在啊 其实我还是挺欣慰的 因为呢在意大利差不多有27年啊 27年的时间呢 我小时候就说十几岁二十来岁 帮别人办事情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都是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 那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以后呢 是欧二代过来我这里办事情了 是他们叫我阿姨了 但是呢我发现 长大当老板了你还没变老 是吧 但是呢这些小孩子过来 他们都不好意思叫我阿姨 他会叫我夹大姐 或者是年穷姐或者是穷姐 他们就不敢叫我阿姨叫我姐姐的 真的是更开心 开心又能够年轻 对对 然后呢我这些比如说 认识20几年的客户啊 他们过来看到我就会很激烈 哎你怎么越来越年轻了 怎么每一次看到你都是更年轻了 他们见证了你逆龄 对 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自己看镜子的时候 没什么感觉是吧 但是呢如果 如果亲亲又听到这些声音 那是不是就是觉得 哎哇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我选择了雅兹 然后呢我呃到最后就是我是矜持 呃忠诚于雅兹是吧 那我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对真的是环金这个雅兹 环金眼酸跟面酸的代言人 你也成为移动店面 一出去啊啊就就代言嘛 就是最好的形象哈 还有就是嗯 我八月份哦回了一趟中国玩 那回来以后呢 有好几个人看着我的脸的问 他说你怎么脸这么好 又年轻了 你是不是去中国动刀了 去中国你做了什么 就是这次回来以后有好几个人问我了 可能是现在就是也挺流行哦 医美方面啊就是为青春啊干嘛的 所以呢 花重金去去想要让自己变年轻 嗯 所以就是大家对这医美的话 还是有一点点的了解是吧 那他们就会觉得我去中国做了什么医美 反正你变得这么年轻 一定是跟医美有关 哈哈哈哈 就是这种想法啊 哦 那 我我就跟他们说 这个这个是我自己代言的一种 医美的产品 哎你记得不要忘记把这个 环境眼专面说的链接发给他 很重要啊 哦 那 对对对 想介绍我们的 呃女神 哈哈 逆临女神 那哎这个环境面酸你是一年一年用到头吗 还是说那有些人是换季节的时候用啊 你是长期用吗 我是已经呃 就是习惯了啊 会想着每天去用的 我是一年四季都是在用的 没有停过 但是呢 呃 黄金眼酸我有时候会把它当作精华液去用 就是擦了黄金眼酸以后啊 就是比如说黄金眼酸呢我们有那个眼部 眼周 额头 还有那个颈部啊 这样子 这样子擦了以后呢再擦这个黄金面酸 黄金面酸呢我会当作精华液去用 擦了以后呢我再擦一个日霜或者是晚霜 啊 所以我觉得 再擦晚霜 嗯 对对对 就是相当于是擦了两次的面酸 哦 还可以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可以呃 叠加用的 啊 你看都都是用出这些方法来啊 那么那就是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往脸上涂金 对 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是吗 才能够这样子擦 对对 嗯 对啊 还有个问题就是嗯 有些人会说啊啊如果我现在还年轻 那这个黄金面酸是不是营养价值很高一定要等到老了才用啊 那如果年轻的时候用了 如果不 这一款用了之后用其他如果没有那么好的会不会就没效果了 会有这个问题吗 你觉得 嗯 嗯我们这一套黄金面酸也算是绝对没有这些问题的而且我觉得是呃越早用越保持年轻是吧像我们在呃二十岁或者二十岁到三十岁资金吧那你差什么都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都没有区别的但是比如说我是敬 我建议大家就是三十家的女孩子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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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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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有传导作用就是涂在脸上 马上会吸入到深层的皮肤里面去了 那之前你说在那个美容院做了之后 皮肤有过敏也是用这一款修复的吗 对对对 我就是用这个黄金蜜酸慢慢的修复过来的 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可以修复好 就是脸部就会恢复正常 我那时候就是用雅兹的这个 好像是最简单的那一种清洁的洗面来洗了 然后直接涂这个的 没有涂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那这一款可以说是最温和 对我们的皮肤最友好的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还有我们有些人是敏感皮肤 其实它的这个角质层也是比较薄的 所以呢 你如果用这个雅兹的蜜酸呢 慢慢的你的这一层就是说皮肤的慢慢会透一点起来 那你再用上其他副副品的时候呢 就不会发生这个过敏的问题了 对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过敏是外表层被破坏了 那才会对这个敏感 那这一款呢就能够让我们皮肤的屏障修复 对会修复 对 对太强了 你修复好以后再去用其他产品 就是其他的副副品 比如说那个精华液啊什么的都可以用上去就没有关系了 对那现在呢其实换季节的时候 我觉得皮肤过敏的人特别多 那么是不是心动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入手 我看到评论区啊 有一位朋友问毛孔粗大这款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这个就是环境就是你铺在脸上慢慢的也可以收缩这些毛孔的 你放心可以肯定有其他效果的 其实只要开始用了 就算你拿它用一瓶以后马上就是感觉到有效果的 对听你分享还不如自己赶紧把它搬回家体验起来 对对在这边我觉得大家是看着看着会心动啊会流口水啊是吧 但是呢还不如直接把这两款放进自己的购物车马上下单 这样子来得更实际是吗 太好了 马上把这两款搬回家然后呢插在自己的鳞上 那下一个匿名呢就是你了 一起成为雅之黄金面酸的代言人啊 成为移动店面 那林聪老师现在分享后面还有什么跟我们补充的吗 那我在这边呢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 好好的用心的精识的给自己领部做护理 呃我们都知道只有男女人没有丑女人是吗 所以呢只有你每天勤劳的用双手在鳞上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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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让你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好吗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林聪老师给我 谢谢大家